《全球熱愛生命獎章》 今年《全球熱愛生命獎章》的表揚 已經邁入第 24 屆 除了去年受到疫情的影響 我當總統以來 每一年都跟我們的得主見面 最近疫情比較穩定 今年再次看到我們州創辦人 跟郭董事長 還有去年跟今年的國內的得主 來到我們中空府 真的非常高興 也非常恭喜各位得獎 獲得這份榮耀 當年 周大觀小朋友提倡 和自己好 熱愛自己的生命 和別人好 尊重別人的生命 和地球好 維護地球的生命 現在 面對疫情 相信各位都有同感 大觀這樣的信念 正是防疫所需要的精神 我們要一起來保護自己 也守護他人 才能夠度過疫情的考驗 在疫情下 各位得主的故事 更是為社會帶來啟發和鼓舞 我們不只自立自助 也要助人 像今天 等一下我們要聽 他的致辭的聯興國際醫院的許思典副院長 過去十多年來 他率團到尼泊爾議員 不僅貢獻專業 也把臺灣人的愛心傳遞出去 我們也看到許多得主用自身的經驗 來鼓勵社會大眾 努力克服人生的難關 現場生命教育講師林芳宇 就是一個例子 幾年前 芳宇被謠言重傷 遭到網路霸凌 也因此壓力過大 罹患了青光眼 失去了寶貴的勢力 但是芳宇非常堅強和勇敢 不僅從失明的衝擊中站起來 繼續追求夢想 甚至主動出擊 到各地分享他的奮鬥的過程 這個故事讓我們很佩服 當然我們也很心疼 在資訊爆炸的網路時代 我們面對網路上的訊息 一定要深思明辨 光是一則假訊息 一個簡單的轉傳動作 都可能對個人和社會 造成嚴重的危害 特別是疫情期間 我們需要傳遞正確的資訊 也需要更多正向的力量 現場的每一位得主 都跟方宇一樣 有著令人敬佩的 生命奮鬥的故事 你們就是正向力量的來源 再次感謝各位生命勇士 也謝謝周大觀文教基金會 持續發揚熱愛生命的故事 我們也期待在疫情持續控制下 明年我們可以在總統府 接待來自全世界各地的得主 我們一起來努力 讓更多人製造大觀的信念 讓更多人從中獲得勇氣 克服生命的挑戰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拍攝